人物APP 南投发生了921大地震之后 进入到当地 为学生进行灾后的心灵重建工作 却没想到一呆就是16个年头 那么多年来 他们透过教导空手道 让孩子强健体魄 而更重要的也是透过空手道 来教导孩子们品格 夫妻俩甚至还租下了房子 提供他们三餐以及住宿 让孩子们可以心无旁骛地专心练习 那么这段期间 不断训练出人川亚运的空手道 金牌选手 也有孩子曾经获得过总统教育奖 究竟他们的想法跟理念是什么 而在这个辅导的过程当中 又有哪些感动人的故事 今天在节目当中 我们邀请到南投县 青少年空手道推展协会的总教练 黄太极黄教练 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哈喽教练你好 主持人大家好 是 教练我们刚刚在这个节目开头提到 就是说你们是在921发生大地震之后 进入到当地 那我想要先请您跟这个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您跟太太原本是从事什么样的工作 那后来为什么也是有这个机会 让你们进入到这个当地去做服务 我们本来的那个工作是老师跟兼教练 然后本来是在台中开道馆 还有不错的一个工作 刚好是遇到那个921大地震 其实台中也是921大地震的那个受灾的地区 然后当时就是说 因为我所教的学生刚好是在南投 我就是因为要来找我的原来的高中的学生 然后就是这样开启我在南投的空手道的生涯 所以你们现在是在那时候是在南投的国庆乡吗 还是 不是以前是在台中 然后我来南投找学生这样 然后国庆乡刚好有一个校长说 即使你已经找到学生了 但是那个当时的校长是持一圈说 其实这个灾后很多是硬体的设备 但软体的就是没有人进来做青少年这一块的辅导 刚好空手道可以用一个心灵的重建 刚好空手道又是一个武德可以弥补他在重建的当中 家庭的不足 我们刚好是进来 两头空手道 不过这921大地震 我想这个听众朋友应该都不会太陌生了 那时候当时又造成灾区很多房屋倒塌 甚至连居民的生活都出现问题 不过我想要请你谈一下 你那时候跟太太到了当地之后 你看到他们那时候的状况大概是怎么样 其实当时的整个重建是悲情还是悲情 因为每个人的脸上都是在重建 愁眠苦脸 然后学生就是每天不知道有无所事从 但是家里家庭是重建 但是小孩子不知道要干嘛 刚好我们进去的时候看到整个的清醒 这个可能学生有一个活动 有一个目标 我们才来这个国心相见来叫空手道这样 然后我们进去的时候其实921造成的一个灾区 其实最大的就是隔代教养 男性还有自杀 还有贩毒 还有这个所谓的犯罪的行为 其实是很严重的 我们进去的时候 其实我们里面的很多的家庭 是有这样的一个背景 所以你们出发前有想到说状况那么严重吗 你们本来一开始只是可能想要去 没有我们本来是纯粹在交空手道的一个活动 哪知道说进去的时候 哪知道说我们所做的事情不是只有交空手道 我们还去家庭去家房 这个家房的当中去了解每一个家庭 哪知道说921造成很多家庭的不足的 不是只有房屋倒塌 他可能精神的问题 可能教育的问题 可能金钱的问题很多 我们深入以后才知道 我们是只有单纯交空手道 我可能是整个大家庭在交流 你跟你太太最后是为什么原因想要留下来 因为有很多人可能讲说 这也不干我们的事情 我们就是活动交一交 我们就离开就好了 可是你们是什么原因 让你决定要留下来 主要是在那边教 然后因为练空手道是很苦 但是小孩子也不要放弃他的未来 因为我们本来的标语就是永不放弃 你不要放弃 只要你活着就有希望 因为人活着就是有希望 然后当时看到很多学生 其实他对于空手道或对于他的未来 其实他很渴望他要往前去前进 然后我们进去的时候 其实国庆是一个南投的中间的一个乡镇 我们把他带领到草屯 然后再带领到国籍 所以那时候状况其实都是 可能这个地震过后 可能这个很多灾后的重建工作要进行 然后可能当地也是受限于这个产业发展 然后一些这个青壮年可能都要去外面工作 所以就造成 但是留下来的就是青少年 青少年留下来就是一些青少年的犯罪的问题 那时候问题很严重就对了 对很严重这样 不过我知道您跟您太太 以前就是我们这个台中体育院的同学 那您那时候就是说 你们要透过这个空手道来 这个陪伴跟训练孩子 您可以为听众朋友讲一下 就是说我们对于空手道 他们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规则 或者是说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练习这个是可以训练这些青少年朋友 能够去发展他们的 可能是身体的健康 或者是说一些品格上面的一个教育 练习这个好处是什么 主要是说其实我们刚进去的时候 因为青少年在这段期间 我们父母亲的重建 但是小孩子的品德 不知道什么是好 什么是不好 但是我们控制到最主要的 就是一个礼节跟一个礼貌 跟一个就是服从责任 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是弥补他们家庭的这一块的不足 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是责任 或是什么是服从 或是什么样是礼节 因为我们进入这个场地的时候 第一个礼貌就是跟教练跟场地进入 这是最基本的 透过这样的一个 最基本要他来练空手道的这个过程里面 让他学习到要尊重别人 或是去礼浪别人 让他知道说有这样的一个规矩 还有就是说在上课的当中 也是教导他们武术 一个培养他们一个完整的人格 因为人格其实是要透过 每天每天的训练 每天每天的讲才有办法 而不是马上跟他讲 是可能要一年两年三年 他才慢慢 他才从不好的慢慢改 改到好的这样 所以我们练习这个空手道 并不是只有身体上的健康 而是可以训练他们一些心灵服从 就是让他们重视礼节 对地震后对家庭的满 在不满的当中 可以在这个场地里面把它发泄出来 然后不要有怨恨 因为他地震后他可能家庭就没有钱 他可能想要去犯罪 透过空手道这个发泄的这个过程里面 让他知道他找到他的自信 所以每一个人在这个过程里面 假如很贫穷 没有未来的时候 他就会去想做其他犯罪的行为 但是我们透过空手道 让他知道说你人生有一个梦想 有一个目标 你去追寻 他就是每天来练空手道 就是在做一梦 他每天没有什么原因 就是为了追这个梦 就一个目标在前面 对对对 所以你那时候是到这个 国姓国中那时候去教这些孩子们 对对对 国姓国中应该当时应该有六七十个学生 是 不过呢其实国中大概 这个年纪大概就是很血性方刚的时候 我当你那时候跟太太 这个去教导这些孩子们的时候 一切过程都很顺利吗 没有遇到一些问题啊 其实也是有青少年挑戏的问题 还有一个青少年抽烟的问题嘛 最主要是也有家长的问题 因为那边的家长也会无理取闹 是 造成一些困扰 但是经过这样的一个沟通 经过一个协调 跟家长之间的互动都也不错这样 但是最主要的是那边经费什么都没有 也是从我们都是从台中拿钱过来给他们这样 就是你们自己掏腰包这样子 对对 最困难就是说 他国中以后就没有高中嘛 我们就成立一个体育班 就是陈勤 我在跟议会当时的习阿甘议员去做陈勤 然后在议会通过在民国92年 旭岗高中再成立一个体育班 然后有体育班以后 第一年有体育班以后 住的问题 因为我们刚好旭岗高中没有一个住宿的嘛 当时去的时候 小孩子说父母亲说 他怎么可以住 第一个月他们住 第二个月付不了钱 变成我们要付 是 然后从第一栋到现在已经住了三栋 三栋 然后住了四十几个人 然后也提供吃住给他们 不过您刚好讲的 就是说其实那时候刚去的时候 其实是没有经费嘛 你们夫妻党就自己掏腰包来 这个买他们的一些设备等等的 不过呢您可不可以谈一下 就是说您那时候在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没有遭到一些亲友的反对吗 因为我知道好像你们后来也把台中的一个道馆 结束营业了 对对对 你们那时候怎么有勇气做这个决定 因为当时其实在这边 每天所面对的就是学生哪里缺钱 哪里干嘛 可能没有上张货 我们就可能父母亲死掉 然后你要等补助来可能很久 我可能就拿个三五万给他们 某一个单位补助 其实都是我拿的钱 因为人其实都要有一个尊严嘛 你拿钱给他的时候 你不是在救济他好像 但是我拿给他说我们赶某个单位我帮你争取 其实不是是我给他的钱 很多的东西是我给他的 因为公家机关你要申请经费 其实要有一段期间 不可能早上发生晚上就有钱 因为学生的教育其实不可以停摆的 然后跟他们又有感情 然后一一就是没有钱就跟英朗借钱 然后把房子卖掉 然后就把存款花掉这样 不过你刚刚有提到就是说你们租了 到现在租了三栋房子来提供他们一些住宿嘛 然后还有这个饮食的部分 不过你那时候 十一住行都有 十一住行 那这管理的部分会不会很困难啊 学生的管理是不困难 最重要是家庭的管理 因为家里会干扰到学生的一个作息 因为你练这个有没有用 未来有没有用 干嘛有没有 家长质疑的部分就是比较大的一个阻力 对啊 其实家长干预的是算最大的 然后第二就是经费的问题 因为经费的筹筹是最困难的 那现在状况还是一样吗 现在也是一样 因为就是经过了那么多年 我们到九七就是有一些 因为九二一已经经过那么多年嘛 我顺下所做的是 让田乡的小孩更有希望 然后人爱乡新一乡来 那个我们草成这里救赌 我还是一样租房子给他们 然后慢慢的 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 让他们有更多的一个未来这样 其实现在做的跟九一做的都是一样 不过呢 我您刚刚有提到 就是说你们后来也帮助这个 高中来成立一个体育班嘛 对不对 因为谈一下你那时候 为什么会有提出这样一个体育班的想法 像国庆他要考上旭冠高中的 完全中学其实是很难 就普通高中就对 对对 他可能只有一个 我们一进去就14个15个 然后体育班他的氛围就是说 他有一个体育班 他有一个安心的一个位置 就是说他有一个升学的管道 他不用去读私立学校 要花很多钱 完全中学其实他有很多的减免 让他们无后顾之余在这里就读 然后环境也不错 当时我就一直沉寂 一直沉寂 让他的虚方高中有一个体育班这样 然后最主要是说 有体育班以后 他未来就是透过这个空手道 他在这个里有一个集中的练习 然后集中的练习以后 他才有一个大学可以就读这样 就升学的部分就是能够实践 对我们升学都几乎大学生这样 大学比较多这样 不然以前可能就是到国中的时候就停下来了 就没有办法 那连国中就没有办法毕业 不过你那时候在协助这个高中成立体育班的时候 那个过程很顺利吗 也不顺利 我已经成立两年 成请了两年 来来去去在这个新政府在议会去成请 到最后是刚好南投县的一个洗牙肝洗衣员帮忙 才有这样的一个完成 然后他促成 因为我找很多名义代表 因为这个体育班的促成是 他属于南投县的完全中学 我也要南投县的同意才可以 当时其实是很困难的 也是第一所完全中学成立的体育班南投县 不过我除了知道你们这个协助高中 来成立这个体育班之外 其实你们当时候跟太太也一直很 想要让这个空手道纳入这个 全中运的正式比赛项目吗 对 我会请你谈一下你们那时候的想法 还有你们这个 在这个促成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遇到一些问题 因为我地震到现在来南投县 已经16年了 其实全中运是民国97年 成为正式项目应班 我在90年的时候就一直成请 跟教育部当时的体育委会 体育署一直成请 我刚去的时候说 为什么空手道没有这个项目 因为我以前是练田径每年都有这个比赛嘛 因为有中典学校教育部承办的这个比赛才有很多的大专院校愿意收我们的学生 当时我的用意就是说希望学生有一个升学的管道而已 让他们畅通 让他们可以在那个各大专院校有学校可以读 我的用意是这样 当时我从90年开始成请 然后当时都是选办 每年到嘉义到新竹到台南 到哪里我都要去花莲 我都要跟当地的讲说 你是不是可以把空手道纳入去 让再去的小孩子有希望有未来 然后一一的沉浸 他们其实各那个县市的教育局其实就很认同 他说把这个项目纳入三个选办的其中一个 他们很认同 他们说我跟他们讲说 再去的小孩子的未来其实是要透过空手道 希望你们给他们一个希望给他们一个未来 他们其实也很帮忙 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第一次第二次都没有成 每年都要到每一个县市去成请 到97年我们南投县承办的时候 体育署这边的帮忙 让我们把空手道纳入为应办项目 终于逃逸了 总共我成请了7年 来来去去 当时没有高铁的时候 做国防号是成请 一定有成 然后又回来 每年都是这样 我总共成请了7年 这个要很有毅力 也来回7年 7年 7年去的时候 我到的时候有时候 落空 我要坐国防号回来 就要8个小时 6个小时 这样再坐车 不一定一次成 但是我是成请了7、8年才完成 是 不过现在终于纳入了 真实的比赛项目了 对 纳入以后 让不是只有我们南投县 有这样的一个空手道比赛的一个 一个这个项目 让全台湾的 有练空手道的项目的人 也有可以参与这样 各件事都可以收回这样 就是练习空手道的人 都有努力的一个目标 想去争取那个荣誉 不是只有南投县 但是这个项目有的时候 他们变成 他们有一个舞台的一个空间 不过呢 我其实我看到资料 其实你一路以来 跟太太 其实调教出很多 这个空手道的国手 甚至还有获得金牌 对不对 然后还有孩子 获得这个总统教育奖 我想要请你这个 等一下 回想你这一路以来 有没有让你觉得最感动难忘的事情 那你觉得空手道 给他们的改变是什么 其实我在这里面 因为我们刚去的时候 希望我们亚运可以拿金牌 从9月就是说 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站在国际楼台 再拿到亚运跟奥运的金牌 但是我们现在没有奥运 我们从地震一直在喊着一些 但是在去年的 2014年的人才亚运 我们既然一个18岁的 骨翠平拿到亚运的金牌 让我非常感动 就是当时是说 哇 一个没有爸爸妈妈的 他竟然可以站在国际的舞台 跟全世界人讲说 我可以的 那个时候 其实我在电视的时候 跟采访的时候 我非常的感动说 这样一个贫穷的小孩 可以站在舞台 我相信每一个人应该都可以 因为他在人生没有任何人帮忙他的时候 他竟然可以透过空手道 拿到一个亚运的金牌 其实也证明说 人只要有努力 只要不要放弃 时间的多长 或是多短 都可以完成 这样 当时其实他拿到的时候 我们两个夫妻是说 好高兴 辛苦那么多年了 对 那个时候 都在哭出来了 那个时候 然后 未来我们更大的目标 他就是说 那个2020年的东京奥运 有把空手道增设这个项目 未来假如有 我们这里南口的贫穷的小孩 也有机会站在奥运的舞台上 是 你有算过您自己训练过 多少这个金牌选手吗 金牌选手 其实国内的 全国应该四五百面以上有 四五百面 对 四五百面 但是国手应该有100个以上 总统交易奖 一个队 可以诞生一个总统交易奖 其实是很难 第一次你假如荡身 或是 可能是运气 第二次可能 可能是运气 但是我们总共 我们里面有九个总统交易奖 九个人 九个总统交易奖 从国中高中大学都有 这个十六年来 这个成绩真的算很不错 我相信你们也觉得很欣慰 辛苦那么久了 现在看到这个至少四百面金牌 然后辅导过这一百多个人 那九个人获得这个总统交易奖 主要是说 希望说未来也有更多的资源可以进来 因为从一个重建到现在的一个奥运 其实他花了以后的钱会更多 但是我们都是帮我们国家 培养人才跟动量这样 那您跟你太太 没有规划要在当地停留多久 还是说就一直坐下去 其实已经都留下来 因为我们小孩子十九岁 现在还是打空手道 然后应该是永远会留在这边 因为其实南投线属于偏乡 它的不是九二一的问题 它是以前他偏乡的小孩 就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让偏乡的小孩子有更多的希望 因为我们已经成功了 但是我需要可以帮助更多人 长大的人就可以离开我们这边 他可以去奋斗他的未来人生 因为他已经成年了 但是十二到十八这一块 他比较没有办法的 他就跟着我们 然后我们现在在于此 跟仁爱国中这边 都有成立一个空手道队 未来让天江不只在草存这边 在于此在仁爱在草存 有三个点变成有很多 有可以很多学生 可以接受到空手道的一个教训 就是把这些经验 复制到其他的学校去 对 未来交友 更加希望我们的宿舍 这边可以盖一个宿舍 让无后顾之又培养 更多的一个奥运的人才 是 不过您现在就是跟太太两个人 现在目前就是在准备 这个2020年的东京奥运 对不对 目前的计划是这样子吗 一样是这样 对 他为终极的目标 OK 好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邀请的是 青少年空手道推展协会的总教练 黄太极黄教练 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他跟太太廖德兰 在南投当地陪伴孩子成长的故事 那么他们是在南投县发生921大激震之后 进入到当地为学生进行灾后的心灵重建工作 却没想到一待就是16年 那么多年来他们透过空手道来锻炼孩子 那么更重要的也是透过这项运动 来教导他们品格 甚至还租下了房子 提供他们三餐以及住宿等等 让孩子们可以心无旁骛地转型练习 那么今天在单元的最后 要再次谢谢黄教练 跟我们一起分享你们的故事 那么也祝福您未来一切顺利 谢谢您 谢谢